五百刀勇爺錯入軍坡不敗神話起風口 抗日第一聖將老婆山上殘存的二道邊長城炮流 當年曾是中日雙方攻防的主要陣地 鄭海龍攝 老婆山上殘存的二道邊長城炮流 當年曾是中日雙方攻防的主要陣地 鄭海龍攝 老婆山主展場上三座曾經被中國軍隊當作公視的炮流 已然殘缺不存 中間一座 圖片左下角 被入軍飛機徹底炸毀 鄭海龍攝 老婆山主展場上三座曾經被中國軍隊當作公視的炮流 已然殘缺不存 中間一座 圖片左下角 被入軍飛機徹底炸毀 鄭海龍攝 宋哲元愛生女李維蘭研究二十九軍抗戰史三十多年 談喜悠悠當年的抗戰經歷 如嫂嘉珍 鄭海龍攝 宋哲元愛生女李維蘭研究二十九軍抗戰史三十多年 談喜悠悠當年的抗戰經歷 如嫂嘉珍 鄭海龍攝 八十六歲村民傷起旺子雀院處的起風口主展場說 當時的大刀隊成員都是身材高大的天兵天將 鄭海龍攝 八十六歲村民傷起旺子雀院處的起風口主展場說 當時的大刀隊成員都是身材高大的天兵天將 鄭海龍攝 明報專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日軍侵佔東北 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 抗戰全面爆發其實在兩次事變之間 中日間的戰爭一直斷時續一九三三年 日關東軍重兵押近長城圓線二遠口、冷口、喜豐口、古北口等十三個重要關階 企圖佔領平均 長城抗戰隨之爆發就在那時 一手悲壯激昂的大刀進行曲唱在大江南北 至今八十余年仍經久不須起風口大直成為中國軍隊抗日的第一場勝仗 歌詞名記了八十二年前為抗擊日溝 守武大刀為民族生存獻身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 英力明報特約記者鄭海龍河北報道提起二十九軍 八十四歲的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前教授李惠蘭 與束飛快他研究舅府宋哲元任軍長的二十九軍抗戰歷史 長達三十年長城抗戰是從山海關開始的李惠蘭說 1933年1月1日 東北的關東軍在山海關砲擊臨如完成 雖然中國守軍奮力還擊 與日軍逐曲抗戰 但在日軍海陸空優勢兵力下 兩個營守軍盡數戰死緊三天 日本國旗就插上了天下第一關的城樓 隨後日軍加緊部署西進戰略關東軍司令官武騰訊 而部署分三路進犯熱河 守寧員的東北軍覆背受敵 退守長城要塞開起風口熱河全省 即告倫含莊備貴佛軍軍士兵日夜連到中原大戰後 宋哲元就譜定中國人不再打中國人的信念 帶領西北軍殘暴在山西積極練兵 準備抗日整編後的西北軍有了新的番號二十九軍 但時裝備差到軍中漢陽造和無失槍各佔三分之一 另一部分是從宣電英部買來的土槍 補充彈藥困難全軍只有十幾門夜砲和山砲 重機槍不過百艇 輕機槍每年僅有兩艇 很多士兵甚至都沒有鞋軍官不開響 士兵只管犯但即使這樣上次軍官下到士兵 都日夜勤集都發備戰李維蘭說 就在日軍兵思進範長城原線的關口意圖打通華北門戶時 宋哲元布林毅壽命從山西千里遲緩 擔任從冷口京董家口、喜豐口 羅文魚至馬蘭月之間的防武事實證明 在武器裝備低劣於日軍的太西夏 為配合近戰而在二十九軍內廣泛練習的破風八勢和無極刀法 勝就了二十九軍在抗戰的威名 也奠定了二十九軍的大都衛入軍平次粗點黑星的地位 為攜帶刀手榴彈兩路搭雪夜襲跌營 1933年3月9日、日軍搶佔了喜豐口傍晚 奉軍長宋哲元令、一百零九旅旅長趙登與率兵跑步 持緩抵達戰場考慮到日軍日間的火力優勢 宋哲元派趙登與帶隊夜襲 並將三十八師董星堂團也交趙指揮趙折命後 從董團及本女王長海團挑出五百名 擅長都術和近身肉搏的士兵組成大都隊 由他親自帶隊 於十一日深夜指帶大都和手榴彈分兩路搭雪夜行直插敵 提起八二年前的那場激戰 喜豐口主展場老婆山下石梯子村 八十六歲村民商喜旺以稀記得有時聽老人說過 二十九軍的武器彈藥不行 軍向日軍陣地的炮彈十幾發都未爆炸 二十九軍只能百日藏在山溝裡 到夜間才出動老人只著穿子裡一塊高地說 聽老人說 這女自古就是守長城軍隊的點像台 下面那塊塞地是月兵用的八二年前的那天晚上 天下著雪 老人閉目揚頭 半響後嘆了一口氣 既不清了 那些年輕人個只有一丈兩呎 矮的橫有八呎當呢 後來再有沒看到了二十三都用生還日軍死相遇 13月12日凌晨 董星堂團首先到長城外小喜豐厚的三家紙村和前像 紙村附近埋伏當晚職夜集了 這類的一支日軍騎兵部隊 當時日軍正在陷阱 大刀隊迅速解決了日軍哨兵 揮舞著大刀 衝入營房先營了一陣手榴彈 再趁日軍混亂之機用大刀劈殺 日軍被打得措手不及 很多人夢中就造了刀下之鬼在董星堂團與日軍含戰之時 旺長海團也趕到狼凍子及白台紙的日軍炮兵陣地 大刀隊一舉奪取了敵人的陣地 時次夜集共撼死撼傷日軍與千人 繳獲炭黑十一輛 裝甲車六輛 大砲十八門 機槍三十六艇 飛機 一格 患有與次軍旗 地圖 相機等 而五百名大刀隊員也緊生還二十三人日軍騎兵與炮兵部隊一夜之間被傳遷 這是此前日軍根本不敢想像的 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以至當時的朝日新聞也稱 明治大帝造兵以來 皇軍名譽盡喪於喜豐口愛 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第一,同樣就是 此pak 旨人聞最心值的 雅治大нач 實驚奇 都itt 給 тво 朱德 怒 酒